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 当势军者来到我方阵营时 与我们共同作战时 会有何表现呢 势军者是特种中的处决者 该职业能让他的再部署时间大幅度减少 他的天赋1 吞咽恐恶 可以在技能持续期间产生烟雾 使周围地面敌人的物理与法术命中率降低 从而可以保护自己及其他队友 在地面敌人发起攻击之前 如果及时部署势军者在其周围 就有机会让这次伤害 及其附带的通用控制效果落空 而天赋2 势军者威名 则对于势军者的输出性能有一定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还可以和第一天赋产生联动 被降低命中率的敌人攻击势军者时 未能命中的话 就不会影响第二天赋的生效 接着来看看技能方面 1技能 尘烟闭幕 这个技能的效果简单直接 在势军者部署后 他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攻击力提升 并且获得物理和法术闪避 从而能让势军者在部署后 应对一些高威胁的精英敌人 同时 在技能提供的闪避效果 和天赋的减命中效果的共同作用下 势军者的生存性能会更强 二技能 硝烟阵暴 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技能 携带该技能的尸军者 在部署后的一段时间内 不会进行攻击 而是利用增强后的第一天赋 来大幅度降低周围敌人的物理 和法术命中率 从而起到保护自己和队友的作用 那这段时间结束之后 尸军者还会对周围目标 造成一次伤害 三技能 风烟行刑场 是一个很有趣的技能 试军者可以在部署后的一段时间内 隐蔽自身 也就是获得隐匿 并且阻挡数变为零 每隔一段时间 从暗中现身对目标进行自杀 造成伤害的同时 还能对敌人造成一定的晕眩控制效果 另外 在技能持续期间 处于隐蔽 且不阻挡敌人的试军者 几乎不会被敌人攻击到 可以深入敌方完成危险任务后 全身而退 还是一起通过演示 来看看试军者的实战表现吧 这就来了 好 这关是打boss碎像 那我记得他的落雷还是很疼的 对的 但这里 我们可以提前部署 带二技能的试军者 大幅降低其命中率 这里解释一下 命中率和闪避 其实有所不同 当敌方即将发起攻击或技能时 若判定为未命中 则该次行动造成的多段伤害 都会打不出来 哇 确实 所以像这几次落雷啊 全部都打空了 哦 这是黑色塔罗拉那一关 对的 试军者三技能在这关有奇妙的作用 部署后 它消失在烟雾里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来斩击一个敌人 造成物理伤害与数秒晕眩 再加上烟雾中 地面敌人还会被减命中 可以有效地降低我方阵线的压力 刚才好像还有介绍到 技能期间 试军者会隐溢 且阻挡为零 那是不是可以 没错 即使在火雨中 试军者也可以无伤轻松完成任务 哇 简直是火雨中做自己 很帅啊